名稱觀點裡面就多一個年了 這個名稱以後呢 只要看到年對不對 就會參照到哪裡呢 參照到工作表1裡面的A2到A22 這個方式的話我想用的會蠻普遍的 OK 第二個的話呢 把月也是一樣 選起之後的話 再從 從選舉範圍建立 記得是從公式 如果你不太說的話 公式裡面的這個 從選舉範圍建立這裡 OK 把它點下去 那我的名稱在頂端地按確定 接下來我怎麼去做修改 比如說這個地方再把 改在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那原來 是 有一個範圍對不對 接下來把它刪除掉 那來源的話 確定一下 這邊 改任意子 確定 修改回原來之後的話 再來呢 這邊再把它改一下任意子 改回來之後 如果說我要用第二種方法 我可以用 在 資料驗證裡面 一樣 改成 清單之後呢 來源的部分 剛剛 是用 剛剛 我們沒有做了 用選 那現在你可以記一下 如果你有定一個名稱的話 就記F3 記得 那個有沒有 在我們鍵盤上方 F3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呢 這個時候 會跳出一個什麼呢 貼上名稱 有沒有 如果你有 制定那個公式裡面有一個 一個定義的名稱的話 這邊會跳出來 那如果說我今天我的來源是在 年 有沒有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再按 你會發現 等於年 等於年的意思就是 等於年會參照到哪裡呢 參照到工作表 1的A2到A22 OK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下拉之後 也是一樣會得到 我們要的結果 不過這樣的方式呢 會比較簡潔一點 好 比較簡潔 一般我們在實際上做都會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就是定義一個名稱範圍 好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試試看好了 就是 第一個 請你把 年 跟月 搬到工作表 並且在上面呢 加上兩個標題 然後 年的部分先選取 記得要把標題選起來 然後在 公式裡面 要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 OK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